第五条 第五条 安秋 安秋 你的测试结束了 你等一下 结果怎样 没有问题 那我让他准备下一个测试 好的 你们的背景资料 和体检报告我都看了 都非常优秀 接下来是一个实际案例 这个男人的儿子 是明眸上周 调查出来的仿生人 男人工作很忙 常年在外地 连儿子出生 都没有时间赶得回来陪产 他很内疚 所以对他的妻子 还有这个唯一的儿子 就格外地疼爱 万博 您刚刚说 他连儿子出生都没办法陪产 但他的儿子不是被调查出来 是仿生人吗 实际上是 他儿子刚刚出生就死掉了 而正是 因为他妻子的疏忽造成的 他妻子隐瞒了这些 买了一个仿生人当做儿子 那他儿子是仿生人的事 是怎么被鉴定出来的 上周妻子带着孩子出门 遇到了车祸 这件事情才被发现 各位都是通过第一轮考核的 优秀人才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在尽可能 不刺激他情绪的情况下 让他了解整件事情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他太太现在在哪儿 在医院 昏迷了几天 昨天晚上刚刚醒过来 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曼博 我先拿吧 去吧 王先生 我先拿吧 我再给你 我只能看到你 我只能看到你 我是一天啊 我只能看到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怎么做的 我只是想 如果我是他 我现在会想接什么 一般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愤怒吧 恨妻子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还买了一个仿生人 想要隐瞒过错 我告诉他 比起他的恨 他太太应该更恨自己吧 他活在失去儿子的痛苦里 活在欺骗丈夫的罪恶感里 没有任何一个人 比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更加痛苦 可是他选择了承担一切 他不想让这个家庭支离破碎 所以他才去买了仿生人 虽然他失去了儿子 可是他依然拥有一个 深爱着他的妻子 就这样 安琼 你今天的表现很出色 我很惊讶 你为什么对受创的人的心理 那么了解呀 我只是试着换位思考而已 实不相瞒 几年前 我家里也出现了一些变故 到现在 我还在学习怎么去面对 你刚才那番话 让我有很多的感悟 谢谢你 欢迎你加入民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好 你们互相了解一下 赶快投入工作吧 部长 我觉得陈兴辉的案子还是有很多疑点 怎么说 凶手杀死陈兴辉之后 对现场进行了精心的布置 这种仪式感就像是一种签名 我觉得它不只是为了满足杀人的快感 更像是一种心理需求 所以我认为一定会有下一次谋杀 连环杀人案 他在现场留下这样的图案 一定是要表达什么的 小诺 你觉得呢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连环杀人案当然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凶手只杀仿生人的话 那兴致可就不一样了 这个凶手 害沈丽现在还躺在病床上 你不想抓他吗 我忘了 是你害沈丽躺在病床上的 连环杀人至少要符合三个受害者 证据 我会找到 是吗 什么时候 好了 证据当然要找 但手里的案子也不能放下 跟你的新搭档好好相处 好好相处 这是新的调查对象吗 那有什么关系啊 我自己搞定 你不会不知道吧 鉴定报告上需要两名调查人的亲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不签字的话 你什么也做不了 不是要查吗 去查吧 都否则 就是看看 你这个基本的 就像我这个 不知道 我以前从网上 我想请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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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没看见有人来 是我来太早了吧 没有 没有 先给你倒杯水吧 谢谢 来 这个酒单 我要这个 刚才的那首歌唱得很好听 是吗 谢谢 其实这首歌啊 是我妻子的最爱 我没事的时候就偷偷烈一点 看看什么时候有机会 就唱给他听 真浪漫 这雕塑 是惊艳的作品吗 你知道它啊 我很喜欢它 非常厉害的艺术家 是吗 我的店里有好几个他的雕塑 这个 不是 每个人对雕塑的看法都不一样 你是怎么看这个的 是吗 她看起来像一个在挣扎的人 是吗 我怎么觉得 她看起来挺放松的呀 老白 你认识金言 认识啊 这家店里也有她的股份 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是一个 她是一个好人 她是一个好人 如果你还想要点什么 你跟我说啊 来来来 接到了 我来 我不去了 我真的不去了 没事 我送你去 来一下吧 我跟你说过了 我很累了 我想回家 不需要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这是我朋友 我来送就可以了 谢谢啊 你 你的朋友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我朋友 再见 下次一个人的时候小心点 谢谢你 她是一个好人 她是一个好人 你们看我就好 那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那我做什么 你做什么 不需要拿来 好 这个是哪里 这是哪里 是哪里 是哪里 还缺 还缺了几分的 还缺了几分的 是哪里 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明天才开始 明天 对 那我记错日期了 可是我很喜欢金燕老师 我是特地从另外一个地方赶过来的 你能不能让我提前看一眼 拜托了 行行行 我再看一眼 金燕老师以前还画过画呀 对 但那是早期的事了 她已经很久没有发了 来 给你看这个 这个叫 挣脱 现在老师设计它的时候 都在想什么呢 我觉得吧 是追求一种残缺的美 我认为爱与诚是你不可分的 诚代表着诚实 诚恳 忠诚 与真诚 也代表着我的内心 这是谁 这人是金氏的丈夫关税 他们看起来好般配啊 只是看起来吧 你过来 给你看这个 我信心 不是 我爱你 很暂 Merci 我看你 你 好 你 都给你 我还爱你 不得了 我 呢 来 我真的没有想象 你 有没有想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在两年前发生的 你好 先生 缺点什么 一杯美食 好了 这么巧啊 昨天谢谢你啊 应该的 我请你喝酒 你好 两杯红酒 你怎么每次都喝这么多 一杯接一杯的 只有喝醉了 你才没有烦恼 你有什么烦恼 生活 工作 婚姻 婚姻 你结婚了 所以烦到 连戒指都不带了 是啊 不想带 束缚 理解 你这么讨厌他 为什么不离婚啊 你对我老公很感兴趣啊 没有 我只是 想知道他为什么惹你生气 避免自己也踩到雷区嘛 好了 不说我了 说说你啊 你坐什么呢 小心 小心 谢谢你送我回家 我真的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啊 这就我家 到了 好 你要记得啊 我都记得 拜拜 小心啊 别 别 照顾 别 别 别 然 别 我去看了经验的展览 看到了你们俩的合照 她是你太太 昨天没跟你说啊 是因为 她不太喜欢我跟别人说我们的事情 明白 艺术家嘛 她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跟普通人很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的 我就是很喜欢她工作时候 带给我的那种神秘感 你的戒指 我看吧 她做的 你很在乎她吗 这儿 这儿 你怎么在乎她 你每天都在乎你 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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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什么 你一样 你一样 我不一样 那我一样 我就有什么 我一样 你一样 我一样 你一样 我去吃败了 这边坐 刚刚经过的二楼 是你的工作室吧 我还挺感兴趣的 要不我们去看看 你是来喝酒的 而且我不喜欢别人进我工作室 是我们的工作室 是不是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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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喝酒 干什么 你快走吧 我还是觉得 你好奇怪啊 你脾气也太好了吧 你是真的不生气呢 还是不能生气 你知道吗 你的反应真的很像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老生日 你在说什么啊 她是我丈夫 婚姻就是这样的 时间久了就没有激情 所以我们才需要在外面 找点刺激 是吧 老公 是 你不觉得吗 她真的很听我 是不是 不能违背自己的出世执念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真正的关系在哪儿 你干什么 你弄疼我了 放开她 你们俩什么人啊 再不走我报警了 承诺 承诺 一开始你就知道有问题的是关系 人 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不是给你机会吗 你以为酒吧明天是怎么留下的 结果呢 查到什么了 你还不是大费周章地跟金燕约会 然后一无所获吗 也不全是吧 看到一个满脑子情爱的访生被刺激 不也挺有趣吗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对访生人这么大敌意 不管怎么说 关系访访访生这件事情 已经确躁无疑了 证据呢 没有证据你就录了底盘 你已经打草惊蛇了 在一起 你说什么 喂 谷队 队 麻烦您出警一趟 地址是花音录七十七号 情况紧急 申请报告回去补 好 你要干吗啊 你别乱动 疼 不疼 谢谢 你什么都别说 我们待会儿收拾东西 去哪儿啊 买船票 现在还来得及 这儿是四床铭杂 你知道吧 这儿是四床铭杂 你看 不要管我爸 怎么管要走呢 走 不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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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哪儿了 不是 我 刚回来这里 他的眼神一直躲闪 说明这里一定贵 一个眼神你就这么肯定 这么了解女人 我是专业的 工作还是女人 你等一下 我去奥罗买点东西 我来 我看见他 你不能让他 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 可你 我去哪儿了 他在计划 我去哪儿了 会儿 我去哪儿了 你 会儿 是 大夫 spell 专业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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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你老公关旭呢 他人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们两年前就已经分开了 什么原因分手 时间久了 感情淡了 那既然感情淡了 为什么又买了一个 那么相像的仿设人关系 我自己犯贱 对他于情未了 刚才你们那么着急 想去哪儿 我老婆想去旅行 晚上的航班比较便宜 老婆 你只不过是他 买来的一个仿设人 你还真以为你是他老婆 你工作时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这是你最后说实话的机会 两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根据我们的调查 真正的关系失踪前 长期对金燕家暴 我们强烈怀疑她不堪其扰 所以 对她的丈夫动了手 为了隐瞒她做的事情 才买了你作为主 你们没有证据吧 你说的证据 我们警方一定会找到 无论如何 你老婆现在就是最大的嫌疑官 一个前途看好的女艺术家 杀夫弃尸 我想一定是个大幸运 你觉得她还能在这个圈子里面 昏得下去吗 金燕跟关绪分居很久了 那天我到家时 她竟然也在 我回来了 谁啊 不舒服 好 金燕真的做出了一个 跟我一模一样的 的 得 请问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来 让我看看 做得还挺真的啊 跟我相了 你脸也不像 干什么 你算男人吗 不 不 你他算是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你 就是金燕按照你主人我的样子 做出的一个定制品 你永远代替不了我 干什么你 别动啊 我是人 你就是一只狗 我头说金燕把你玩腻了 就会把你丢掉的 到那个时候你就是一只流浪狗 狗怎么叫的呀 给主人叫一声啊 金燕 给我下来 给我一起玩你的这只狗 金燕 金燕 跟我一起玩你的这只狗啊 金燕 给我下来 你就是一个可悲的女人 金燕 金燕 你怎么跟一个重启娃娃 谈什么爱情 金燕 你给我出来 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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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金燕 你一直在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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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你可以走了 暂时不要离开西元市 万步 你回去好好教育 教育这小子行不行 行 就这么着吧 姐 你有时间去翻墙 没时间请我吃饭是吧 你还带着这 韩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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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私闯民宅 你现在是不是厉害了 韩秋 以后少跟承诺去做一些 违法乱纪的事情 记住了吗 嗯 抱歉 走走走走 赶紧走 谢谢顾队啊 走了 好嘞 你刚才喊熟了 这位姐姐 是治安管理支队的顾队 关于明眸所有的仿生案子 都是和她对接的 好 来 走 来 走 走 走 人是我杀的 金也什么都不知道 尸体呢 尸体在雕塑的地下 等一下 等等 这是关税托我给你的 他说他一直帮你保存着 现在还给你 既然他已经认了罪 那案子也算是结了 现在这样的结果 你大概也不好受吧 为了一个连真人都不是的 仿生人难过 这不合理 真人都不是 一直以来 你都觉得现在的关税 是一个假的存在 所以你才会怀疑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你 那我想问 你是以什么样的标准 来评判他的真假 他是不是真的关税 还是 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你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爱他吗 他正在黑色 之间的感情 我没有资格做评价 但我认为 只有做错事的人 才需要承担责任 都保重 丁小姐 感谢您的佩服 我们请走了 好 ный 一直以来 你都觉得现在的关稀 是一个假的存在 所以你才会怀疑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你 妈 妈 你知不知道你越对我好 越觉得我觉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但你怎么就是不明白 我没有办法爱上你 所以我也很难过 你需要的是一个 也同样能爱你的人 不是我 怎么着 你一个不够啊 我要把他退了 钱我可以不要 但你要帮我给他 找一个好分锁 不是 你这定制的我退给谁去啊 再说了 也没人接手这个 我 你多多少少怎么也 给我点处理费啊 那你要多少 我还是要不要走 她 再给你 你去走 我带你了 你去走 我带你走 我带你走 你走 我带你走 我走 我走 那你就走 你走 你把它卖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条件这么差 这条件有限哪 谁现在还买这些 非定制的仿生人哪 这个都是根据 你的诉求定制的 你还要不要了 钱您数一下 你怎么了 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我 来 我真的可以跟你走吗 如果我跟你走的话 你会好过一点吗 你不走 我走了 是给我们两个做的吗 我可以试试吗 好啊 我做完了 你抛光 对 你可以再用力一点 决定吧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是一个 会伤害我 又不相信我的人 来 你干吗 行吧 你去骗子回去吧 那我万一杯的冒险了 我跟你说了 那出差了 太美 不美的话 怎么给你老婆当老婆呀 但是我觉得她的画啊 还真没把你美画出来 老婆 你怎么回来了 你听我说啊 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 是她主动来的 来呢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走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别这样 我给你道歉 你别碰我 你听我解释 我觉得你有恶心 真的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好吗 走 去吧 你不走 我走 行行行行 好 我恶心 我向你道歉还不行吗 你别走了 你来来 你进来跟我说 你说她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你每天就知道画画 搞你的雕塑 你想没想过 我想要的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行了吧 就像咱俩吵平了 别生气了 好吗 我爱你 我只爱你一个人了 我别打发 好吗 别玩了 你去玩什么 你 我给你两个事 我给你一个事 我爱你 我爱你 求她你别再闹了 我不关心 我要 我 我不关心 母啊 killed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和他不一样 我永远不会伤害你 人是我杀的 今天什么都不知道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我一直都欠你一个对不起 这两年 我每时每刻都觉得不安 你越想让我快乐 我越觉得自己醉了 越觉得自己不信 但我更害怕爱上了你 我怕你只是在执行你的初始执念 可我却对你动了真的感情 我怕你怎么会是这样的 我怕你越想越了你 我怕你还是得很难 我怕你越想越来的 我怕你越想越来越来越多了 我怕你越来越多了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郭阳旭的召回手续已经在办了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能让他俩见对方做后一面 其实我没想到 你竟然会帮仿生人 你误会了 我是 我是在帮金燕 恢复得怎么样 挺好的 我都听他们说了 你做得很好啊 没想到第一次接手 就碰到这么复杂的案子 不过好在顺利解决了 感觉还挺奇怪的 总觉得是因为自己的介入 破坏了别人的生活 很难平衡是吧 我们去推断一个目标 是不是有初始执念 是不是仿生人 一旦确定之后 他们就必须跟这个社会分割 而只有这样 这个社会才能更加稳定 这是这份工作 最让人痛苦的地方 他们当初 为什么要创造仿生人 说是科技改变生活 却忽略了人性的复杂 自以为是 现在让全世界为此卖单 对 您好 怎么样 这么关心他 为什么不自己进去看看 他不是醒了吗 我进去干吗 那些水果是你送的吧 我查到了购买仿生的地址 就在老街 走吧 愣着干吗 不想去啊 去 怎么啦 你来过这儿吗 冲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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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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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